嗨 歡迎來到尼塔旅行去 我是尼塔 哈囉 我是Gina 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去日本自助旅行的 如果你不是搭華航強流的話 你可能就會遇不到會講中文的空腹炎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就是告訴他一些實用的小日文 讓你們在搭機的時候會比較順利 那我成立在日本航空公司飛了七年 Gina是我那時候的同期 我們一起在日本 在東京共患難受訓的三個月 超痛苦的三個月 當兵當了三個月 有這麼痛苦 對 然後後來終於蛻變成鳳凰 到上了台積的空腹 認真擠了三個月電車之後 對對對 反正就是很痛苦的三個月 後來就是也蠻順利的 然後後來做了七年 然後我到現在還來做這樣 對 那我本來是讀音又外語系的 Gina並不是讀語言相關的科系 但是她最後還是在日本工作 來聽聽看她是怎麼樣跨入這個日本的 就是日文的世界呢 我本身是那個觀光科系 然後對日文一直很有興趣 然後所以大學中間有去短期遊學兩個月 然後後來大學畢業之後呢 又再去一年的日本語學校 就只有讀日本語學沒有讀什麼碩士啊什麼的 但然後還有在溫泉飯店打工 我覺得工作方面的話可能 就是多少有應用還蠻 會學得更快的 對對對 有差 就是像現在很多人去打工旅遊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又考到一集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呢 就雖然一集 很多人覺得還不到門檻 但其實找工作方面我覺得還OK 就我一直都是從事 有關日文方面的工作 然後後來就也進來了日本航空公司 然後認識尼卡 這樣一直工作到現在 對 如果你們有對日文 就是在日本工作有任何的疑問 或是你有興趣 想知道什麼方向跨入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會請Gina來回答你們 好的 好我們現在就開始登機囉 好 登機的時候啊 通常會有一個空服員站在門口 那時候他就會跟你打招呼啊 看你是白天下午還是晚上 那這時候空服員就會跟我們說什麼呢 今天是早上好嗎 就是說 就像你在日本很常聽到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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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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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座位 然後再過來呢 打完招呼 就在這邊右轉 再往前一點左右轉 是 こちら是這邊的意思 那こちら就是另外一邊 那邊 通常是你上機之後 會有雙走道 有一個比較靠近可能帶ABC 另外一邊是KJH 如果看英里的座位號碼 那如果你是在往裡面走的 他就會說 那邊 這邊 那你要說東西 也會說 那個東西 這個東西 那我們繼續往飛機裡面走的時候 空服員可能會看到你在找位子 然後你如果不找到位子 後面的人就會排很長 所以他就會趕快過來問你說 你的登機證可不可以讓我看一下呢 登機站 登機就是登機站的意思 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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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位在哪裡 那如果你看到 聽到這個話也不要緊張 就是把你的機票給他看 然後看到比如說你這是30 十三十把 對 那通常有時候他 還會告訴你說 喔你這個是 窗戶的位置 或是走道位 對 窗戶位是 窗戶位 那走道位是 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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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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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扇是在日本回... 對 日本回台灣是在右側 對 所以也可以說 你想要坐在那個 KGH的窓側 這樣子 尤其是冬天真的很漂亮 就是上面有雪 就是像那個經典的富士山的形狀 OK 那接下來我們找到位子之後 這時候空服員就會拿著這個卡 就會說 入境表格 入境表格 還有海關申報單 對 這兩個是一定要寫 如果是外國人 最基本也一定要寫那個什麼 海關申報單 對 稅關申告書 就是 稅關申告書 對 稅關申告書 即使你不申報 你也是要寫 基本資料要填 然後寫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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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是 入境卡 入境卡 就是 身份的外國人 就是你要填你的個人資料 還有你去那邊會住哪一間飯店 電話這些東西 對 所以這些資料你自己也都要填 最好是先都先準備好了 因為我常常就是 在機上的時候 看到大家這邊翻來翻去 然後 對 就是還要找人家幫忙 現在好像不知道網路上可不可以填寫 好像 我知道那個這缸心紅球可以網路填寫 但是 Nuco Card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是我覺得 事前做好準備會比較好一點 他上機的時候 最好就是 觀察空朋友在做什麼 他 比如說他一再發的時候 你就趕快跟他拿 因為有時候真的 尤其是台灣飛到日本 那個飛時太短了 尤其是冬天 可能兩小時 十分鐘就到了 然後如果 他已經在發餐了 然後你又跟他說 我現在要 這個 Nuco Card 有時候真的是 就是焦頭爛了 有一點就是覺得 對啊 好 稍等這樣 是在Service後 我們也會再發一次 對 你就盡量在人家發的時候拿 對 不要再 就是人家在發 然後你在那邊聊天 然後 對 就是想說我看到你走過 為什麼你不拿 然後就是拿到快Landing的時候 他說請給我 這樣就是會照 有點大家都蠻困擾的這樣 空服有點急著 要Landing 要做很多準備 對 所以 就是能找拿就找拿 對 然後在登機的時候 趕快可以先拿起來 然後你放在身上 你隨時要寫 對啊 這樣你比較安心 對對對 不過你已經做了定位啦 最好就是不要再換位子了 對 你真的要做就是 真的要換就是等起飛之後 還有 因為我差不多也要起飛了 然後還做一些Safety Check 檢查這樣 對 那為了Safety Check 可以快一點 就是請大家不要在 那時候 把那個椅背往後 躺 對 還有什麼腳踏板啊 你有時候 有人一上機 就想要趕快 set好一個最舒服的位置 但其實 他等一下還是會進行動前 對啊 你可能享受不到兩分鐘吧 對對對 所以你就是還是做好 你就做好就好了 那桌子什麼什麼 也都不要打開 就做好 等等 等起飛 我們就會做Safety Check Safety Check 就說 荷物是前方 然後座席就是座位嘛 下方 下就是下面 所以是 就是 就是 請你把你的那個 包包放在前面 椅子的下面好嗎 對 就是 前座席下 或者說 或者說 我會說 嗯 荷物是上的物件 請把你的包包放在上方的行李架 物件就是行李架 對對對 就通常這兩個 因為 因為這個包包如果 就是在緊急情況的話 如果就是擋到那個 Evacuation 就是 逃生的話 真的很 很嚴重耶 就是你 你死就算還害別人這樣 所以就是 就是盡量為了大家安全 就是這些包包一定要守好 所以主要這兩句 只要聽到了 就是趕快把你身上的 不要抱著啦 對 通常其實這也是為了你的安全 對對對 我們其實去要求這些 常常有些客人都會很不高興 那種意思 我們為什麼要管他 要把 不能 為什麼不能抱著呢 可是其實這都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對 很多客人很愛 就是腳這樣 然後 藏在後面 就是 但這也不行 因為就是你在 你可能要緊急逃生的時候 你要起來跑 他就會 因為逃生就是 在那幾秒裡面 是最重要的 對 要阻擋到別人 這樣子 被自己的行李絆倒 而死掉也是蠻可憐的 不是為了你的安全 也為了別人的安全 對 大家的生命都很重要 好嗎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移除任何會阻擋 逃生通道的東西 對 所以這是有關 那另外還有關 足夷 足夷是腳踏板 就是有關 對 有一個很重要的句型 就是 戻して 戻してください 對 戻してください 它是前面加了什麼東西 然後戻してください 就是請你把這個東西 歸回原位 所以你應該會很常聽到 就像 可能一上進你就把椅背放下 然後他可能就說 戻してください 請把椅背收回 或者是 有的人就把 Fullrest那個 腳踏板 又放下來了 有人說 請收回 然後就說 足夷戻してください 或者是Futrest Futrest Futrest就是那個 Fullrest 就是 講中音的Futrest Futrest 對 很多時候其實如果你不會講日文的話 你可以用英文把它變成有點 日文腔 日文腔 加個U之類的 對 像是 Makonado Makonado 就是 麥當勞 對 反正就是重音 英文加重 就是日文 Table Table 很多人在那個時候 想要寫一些有美的 對 那個時候要起飛的 桌子也必須要收起來 對 好 起飛完囉 我們就要來 送餐 好 送餐 送餐喔 送餐